求職史比检验更重要 那检验可能异常 也有可能正常 但是异常的求職史 有可能有一些潜在不明的原因 需要被处理跟治疗的 大家好 我是咨询师Lina 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聊免疫补孕 大家一定都知道 免疫如果有出现异常 是会影响到胚胎的着床和发育的 又因为免疫的项目这么多 全部都拿去做检验 其实会花很多钱 加上有些免疫的问题 平时检查也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要有失败的经验 才会慢慢发现有免疫的问题 那今天邀请到了李医师 来为大家分享一位跟免疫相关的个案 透过这位免疫妈妈的求职史 让大家对免疫不孕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那我们来欢迎李日生医师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日生医师 李日生医师今天要分享的这位免疫妈妈 她很年轻对吧 是 这个免疫妈妈才31岁 那她在准备接受试管婴儿疗程前 我们有了解她的求职史 那没有什么特殊的流产史 那所有的检查也都正常 AMH也不错 大概有3.8左右 她进到第一次试管疗程 那总共就取到了14颗的成熟卵子 那我们帮她做受精之后呢 有12颗卵子成功受精 然后我们有养到9颗好囊胚 这样子养囊胚的机会大概就是75% 这个蛮高的 那因为妈妈年轻 所以我们也没有特别建议她需要做 所谓的PGS做检查 胚胎培养起来看起来都还不错耶 那后期应该就植入了吧对吧 对 我们帮她再安排第一次植入 那我们就选了一颗 这个外观看起来很漂亮的4AB的狼胚 那我们第一次植入 我们就帮她做传统植入 就是使用黄底素120小时 14天我们帮她做厌育 可是发现她的怀孕指数明显有比较低 那胚胎好像有着床 但是后来可能没有继续发育 然后就流掉了 我们有稍微跟她讨论过 我们怀疑有没有可能会有这个 所谓的着床时间偏移的问题 我们有统计大概有三成的妈妈 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如果她后来ERA发现 她的内膜着床时间也是120小时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说 这个胚胎后续没有发育的问题 应该跟这个着床时间 比较没有相关 其实ERA的检查也做了 还有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流产呢 再回过头来看 胚胎我们业孕 怀孕指数有1 外观很好嘛 4AB 那坐床时间也对 那为什么怀孕指数有升高 后来又再下降呢 那当然就是有所谓的免疫异常 那我们就帮她安排这个 所谓的抗移植症候群的检查 那第一次检查 我们发现说全部都正常 那其他所有的荷尔蒙有正常 那我们这一次 所有的检讨也都做好了 对 那下一次的植物 我们是怎么帮她做调整的呢 是 嗯 我们知道说31岁 她平均大概2颗胚胎就有1颗正常 那在没有做PGS的情况下 我们就把她植入2颗胚胎 那植入时间就用这个ERA的120小时来做 不过我们后续给她验孕的时候 发现她的怀孕指数比第一次还要更低 所以我们就在帮她安排进一步的所谓的免疫检查 不过第二次检查的结果也是都正常 这样也很奇怪 其实都已经植入两次 而且她也很年轻 然后也植入了两颗胚胎 免疫前面验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这次还是没有顺利的成功怀孕 那这样她应该算是重复植入失败的类别了吧 对对对 所以其实她这两次植入其实胚胎都有着床 那怀孕指数也都验得到 那为什么着床后她的怀孕指数升不高 那都很低 那就表示有着床但是都流产 那这样子就叫做重复植入失败 那我们就建议她先休息6个月以后再植入 那另外因为她休职时有点异常 年轻妈妈植入3颗好胚胎 居然都有着床但是都没有怀孕生下来 那我们就会诊免疫科医师 去看有没有我们不清楚的状况 那这位妈妈有没有发现一些其他免疫异常的部分呢 对这个妈妈经过免疫科在额外检查之后呢 所有的检查报告都是正常 不过我们根据她的病是 那免疫科医师建议我们下次植入以后要加打这个甘素的治疗 所以其实不是有免疫有问题在进行这个治疗对吗 对我们现在发现其实求职史比检验更重要 那检验可能异常也有可能正常 但是异常的求职史有可能有一些潜在不明的原因 需要被处理跟治疗的 所以根据这个免疫科的经验 我们第三次植入呢 帮她植入两颗胚胎 那在ERA120小时就植入 那我们每天使用甘素 但是怀孕指数一样不是很好 那我们这一次就有增加这个抗体的表现 发现这个原本正常的免疫指数 这个抗心理质抗体IGM竟然从阴转阳 那这种状况其实让我们有点惊讶 不过可以理解 就是因为这个外来的胚胎 那反复的着床去反复刺激这个母体的免疫系统 那造成这个免疫系统的活化 我们前面两次验其实都是正常的 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检验的时间是不是也很重要 因为其实对于母体来说 胚胎其实算是个外来物 那平常没有免疫问题的妈妈 可能植入以后才出现免疫反应 那这个时候检验素质才会出现状况 那我们宋子鸟有蛮多就是在别的地方植入过 但没有成功着床或是着床失败 这样子来找我们 那我们临床经验发现 如果ERA的时间是正常没有偏移 那囊胚的品质也很好 那着床后流产 那就通常可能就是免疫的异常居多 那后续医师是怎么建议这位客户走第四次的疗程呢 是 那我们就再次在会诊免疫科医师 那免疫科医师根据这一次的流产史 以及我们这个检验的报告 建议除了甘素以外 我们要增加所谓的免疫球蛋白IVIG的疗程 那我们这第四次胚胎植入 我们一样植入两个好胚胎 在ERA 120小时的时候做植入 那在植入后第15天 我们厌运怀孕指数就正常 结果Beta HCG有5400 终于不错 那终于有成功上榜了 而且应该是个双胞胎 对 太好了 它全面所辛苦的疗程 这都是值得的这样子 是 是 真的很替它开心 对 厌孕 怀孕之后 其实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其实像妈妈这个身体的 这些免疫反应 它其实还是有可能持续活化中 因为宝宝在肚子里嘛 所以我们就有帮它安排所谓的 保护式的免疫球蛋白IVIG的疗程 那当然其间我们基本的所谓的 奎宁 阿斯匹林 甘素 这三个药我们都是持续在使用 那宝宝也很幸运的 在上个月就已经平安出生了 那身体也很好 好棒喔 好棒喔 是啊 对 所以终于我们在这边 终于帮它找到原因了 而且我们也做一个很棒的治疗 那也让它成功的上榜 不过免疫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东西 找这个问题 就很像侦探一样 真的 对 免疫不孕真的是蛮困难的 必须抽丝剥茧 才有办法找到确切的原因 那才有可能顺利的怀孕 顺利生下健康的宝宝 那像这个免疫妈妈她是历经两次 试管植入未成 然后在第三次植入的时候才发现 这个抗体有转阳性 那虽然我们在第三次植入的时候 就有帮她做额外的免疫治疗 像甘素这样子的疗程 但是可能对于这个妈妈体内的免疫系统 还是不够 所以最后照这所谓的第二阶的这个 免疫球蛋白的这个疗程 才有办法顺利的生下小孩 哇 那其实免疫这个东西 它后续的一个花费 其实应该不低吧 对 对 免疫的药物 其实费用来讲都不算低 所以我们到底何时要使用这些免疫的药物 以及要该怎么用 其实还是要经过神圣的评估 那我们的经验 其实免疫的妈妈 所使用的免疫的疗程 大概有分合五个阶段 那大部分妈妈在第一个阶段 就可以顺利的怀孕产児 请李医师来再帮我们重复一下 这位妈妈的一个重点 其实在头两次的植入 它都有着床 那后来就有流产 那其实像这样子的妈妈 我们应该就可以更警觉的 在第三次的植入的时候 就直接使用比较高阶的疗程 那当然 其实求知史跟检验的项目 其实我们可以互相的搭配 有时候检验数值是正常 但求知史有异常 那说不定我们也可以在 这样的情况下 就提到打针也是OK 那像在我们宋子年 我们有个所谓的动态三采 就是像这个妈妈在植入以后 我们验孕就直接帮她做这个裁检 就才发现说原来她的颗体 在这个时候会转成阳性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在第一次植入没有做ERA 但是在第一次植入放榜未成 我们就帮她补夺ERA的时候 发现ERA时间没有偏移 让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知道 那免疫战的原因就是更重要 是 对 那今天很感谢李医师 透过这一位个案的分享 让我们可以知道 免疫不孕的重要的一些观念 是 那如果大家还有对于免疫 有什么其他的疑问 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最后也不要忘了帮我们做订阅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OK 拜拜